大家好,今天由我Kelly为大家讲解大力丸的独特性 有人说大力丸是把肥料挤压的大颗粒有什么困难呢?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,各种手机元件也差不多 为什么有些手机品牌在功能性上和市场上更加突出? 肯定的一定有它的独到的地方 那回到肥料上,今天就让我们聚焦在大力丸的一些特点 第一,是它独有的特殊载体硅铝酸盐 它的比表面积大,是一种吸附能力非常强的物质 它负责的功能就是吸附各种养分,在土壤中释放给作物利用 在土壤水分太多时,可留置在土壤的时间比较久 而在土壤太堪堪时,硅铝酸盐的多孔系也起了一种保水保湿的功能 那另外,我们来看看大力丸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硅铝酸盐本身也是一种土壤改良剂 在使用肥料的同时,也具有补助性的功能来调整土壤的离子交换能力CEC 再来我们来聊聊大力丸的元素 大力丸除了有大量元素之外,也含有了煤和鹏这两个元素 煤是月片的品质元素 鹏也是作物不可或缺的繁殖元素 另外,也有其他重要的微量元素 在中国,高蛋高甲,高蛋甲配方能够满足各种作物在任何阶段的需求 大力丸因为具有这些特点带来的高效利用率 在实际方面上也大幅减少了化肥的食用量和食用频率 对土壤减少负担,对农业劳动力老化的中国更是一大福音 目前大力丸在中国已经进入第六年的推广阶段 从各种经济果树到施肥劳动力密集的莲藕、芋头等作物 北京爱格鲁公司都累积了大量在地化的经验 可进行复制和优化 让我们用大力丸一起实现中国种植业永续发展的美好愿景